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我给大家讲过 你不可能正常写出来 所以怎么办 在这边敲 敲完以后再粘到这来 当然不能不能换行 是吧 能换行吗 能换行吗 想换行可不可以 弦线回车 是不是可以啊 但是那个弦线后面不能再有 set list 不能再有空格 没有吗 弦线转移的是什么缝 换行的符号 是不是 如果你想换行的话可以 如果你觉得这行你能接受的话呢 也可以 好不好 少一个引号 反引号 那个set a lot list 不要了 好吧 好 那各位 现在是不是获得了disk的一个值啊 磁盘使用的值 那怎么报警呢 我们刚刚有个条件 如果什么 这个是什么比较 数值吧 这个是什么比较 数值吧 怎么报警 报警呢 我们就用发邮件的方式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在 在这里 在那个文本 那个命令行下面发过邮件 比如说 hello Alice 是吧 然后发给谁呢 用管道给mail -s 是主题 主题呢 是hello one 发给谁呢 Alice 看到没有各位 这是这文 这是邮件的subject 这是邮件的对象 好 我们切到Alice上去 看到这文邮件了吧 好 这是本集的这文邮件 那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做 echo echo一段话 echo一段什么话呢 你可以加上时间 几月几号 对吧 加时间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用反应号 data 加百分号什么 f 但如果加百分号f 它只是显示 年月日吧 data 加百分号f 它是不是年月日 如果说你在后面 再加一个百分号m的话呢 它会显示什么 是几点了这是 你想加上小时吗 8月29号21 data 刚刚hap 我们看一下小时是哪个 这是分 小时吧 是用24小时还是用那个 24小时吧 它就是k是吗 大H 哦 这个还不是 大H是不是 这种也可以啊 这不挺好看吗 多了一个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 不是零零 好 我们再加一个百分号h 是不是11点 好 也可以甚至可以加上详细的分钟 这个小杠是你自己定义的 你看小杠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加上百分号h 几点几分 然后发一个什么内容呢 磁盘 使用率达到多少 Dollar 多少 Disk Use Yours 说发一个磁盘的一个使用率 然后能不能加百分号在这儿 可以加百分号吗 有没有奇异啊 其实我们一直用过大过号是吧 好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 你看 我们还是还原的时候 给用户展示的时候 还是让它变成百分之多少 是不是 然后给谁啊 这是证文嘛 然后给 mail-s diskwarning 发给edis 用户 那么甚至你可以把那个mail用户 也可以定义一个邮件 表示mail user 是什么 edis吧 下面我们使用变量 尽量了在我们的脚本当中 使用变量 $ mail user 好了 看到了吗 各位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值比较 当你的词版空间使用率超90%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先截取获得这个值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再去做这种数值比较 如果这个值大于等于90 那我们就发一段话 那么这段话的内容 其实将作为邮件的证文 那你是可以自己自行定义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mail主题 管道给mail主题以及用户 好 那我们怎么试一下呢 先看一下 我这边还是登到 Alice上去 目前他没有 我把这封邮件收一下 目前他没有awad 怎么还有啊 D 收过了其实有啊 D 然后把这封邮件删了 好 现在没有邮件了吧 好 这脚本呢 我们给他一个权限 Disk Use 好如果就这么执行的话 可能啥都不会 啥都不会有反应 因为没有输出的东西嘛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怎么执行 还记得吗 当然有时候你不清楚 脚本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 到底做了什么 哪一步出错了 你也不知道 那你可以加一个调试的方式 以更加详细的方式 去显示整个调试的过程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话看起来 可能会比较混乱 好回车了 好 好 看到了吗各位 这是我们 是不是他执行的命令 是不是他执行的命令 带加奥的是他执行的命令 你看了吗 他执行过的 得到数字是解 这老师说的是 那个sorry 这个 编较的值是9是吧 9 然后 用户 Alice 没问题 然后 这个9大于 大于90吗 不大于 所以最后有没有发邮件 没有 好 那我们的没有收到邮件 把这个数字稍微改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把磁盘给撑上去 是吧 我们改一个数字 改成8 改成8 行吗 应该会报警了吧 再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动作 看最后 好 这个数字是9大于等于8吗 大于等于8 所以呢最后这条命令执行了 因此 好2017年8月29号11点 你 磁盘 达到了9% 是不是 这句话怎么写是完全是由你定义的 你觉得应该再输出点什么东西 那你输出点什么东西 好不好 看懂了吧 好 好 他说这个 这么做好像挺不好的呀 我们可以怎么做 还记得计划任务吗 还记得计划任务吗 我们这个脚本的位置是在script下的 这个叫disk use 这个脚本吧 好 我们让计划任务每隔 C-R-O-N-T-A-B C-R-O-N-T-A-B 刚毅 好 这边呢 我们让他每隔五分钟 是不是形成五 心心心 心 然后去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当然有同学说 前面要不要加bush 你脚本有没有执行权限 有没有 有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加呀 有的话它是不是本身你可以执行 如果脚本没有执行权限呢 如果你不保证怎么办 你加个bush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使用bush去执行一个脚本的时候 无论这个脚本有没有执行权限都可以吧 是不是 是这样的吗 没有印象了 好 那总之是每隔五分钟去执行一下脚本 当然我们为了看到效果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暂时先每隔一分钟执行一下脚本 好吧 那他就每隔一分钟会执行一下脚本 然后得到的结果 采集到的数据是 是什么 是那个会抄了吧 好 这是关于磁盘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方法用到我们在前面讲的内存上去 是不是内存上去 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写过 但是没有写报警 那下面我们来写一个 内存的使用情况 好像有过了是吧 有过的话直接用吧 这是内存的 已使用 这个已使用怎么获得的话 其实你可以呢 通过free mini-m获得吧 过滤出什么 以memory开始的这一行 然后这一段是不是已使 这段是那个 已使用 这段是什么 这个字段是总量是吧 好我们获得第三个段 是已使用 或者第二个段呢 第二段呢 第二段呢是 总量 然后紧接着我们定义的一个 一个这个变量 叫memory person 然后也就是百分比 在这里面呢我们用总量 用那个已使用 乘以百分之百去除以呢 memory total 这个是在前面我们是不是讲过的 当时我们只是给了一个输出的一个 简单的内存百分比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 做这个也来做一个报警的 好我们这边换一个方法 看啊换一个方法 我们再定一个告警的邮件 告警的那个文件 也就是把那个错误消息啊 输到那个文件当中去 输到文件里面去 这个文件呢 叫tmp下的叫memory orlin.tst 这样一个文件 好在这一切都是变量对吧 然后判断一下 看内存的使用有没有超过百分之 八十 怎么判断用什么 先把这个结构写上 否则的话很容易出错 结构写上 Dollar什么 MEM 它的百分比 是不是 能这样写吗 能不能这样写 好像不能是吧 看起来是对的 看起来是对的 但是不可以这样写 我们可以试一下 8 大于9 对吗 不对吧 乱写的好吧 没法这样测 因为这里不支持什么 但能不能写大于符号小于符号呢 可以 就是 8 大于9吗 大于9吗 5大于 8 大于5吗 大于 看了吗 这是C风格的这种判断方式 C风格的 所以我们的数字比较里面 各位看清楚 除了上面这种 这种我们这个 是要的这种风格以外 还有支持什么 C元的风格 1小于2吗 1 注意这里的等号 大家注意不是一个等号 一个等号在C里面是负值 是不是 好 1等于2吗 1大于2吗 1大于等2吗 1小1等2吗 1不等2吗 或者一个变量 这个一个命令执行的结果大于0吗 变量等于0吗 因此其实可以使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C风格的 一种是什么 上风格的这种风格 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从一而终 你喜欢哪 你要是喜欢哪个 你就用哪个 好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呢 也没问题 总之衣服是干嘛的 它的后面只要跟一个能够 能够干嘛 得到这个 这个 反挥值就可以 是真是假都可以 甚至当中这个符号 空格都可以不要 看到吗 如果 大于80 各位 刚才那个 下风格的写法 那个方过号写法 应该各位都看到懂 对吧 好 大于80%怎么办 还是刚刚那句话 data加百分号什么 F- 百分号H 这个要怎么执行 这样执行吧 然后 几月几号 内存 它的 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这边呢 听好了 这边 我们可以把它 把这个结果 是放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可以直接传给mail来 直接发邮件 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呢 放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放到文件里面去呢 我们是重立项 是吧 放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到了一个文件 dollar warning file这个文件吧 出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好 然后紧接着 那这一段 这个语句 它仅仅是完成了一个 条件测试 就比较 是不是大于什么 80 如果大于的话呢 就做这个动作 不大于呢 不做这个动作 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那封邮件啊 刚才可能收到的邮件 已经不止一封两封了 所以我准备把它灭了 太夸张了好吧 大家不要随便的使用这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是不是会把所有的计划任务清掉 那你得知道你其他计划任务的没用啊 好 不用重启 这就ok了好吧 好 然后 怎么发邮件 来一个文件测试 如果 这个文件存在 哪个文件 Dollar Warning Fail Fail这个文件存在 那我们就发邮件 mail-s主题是什么 是内存报警 发给谁呢 Alice 有没有证文啊 各位看到了吗各位 其实当然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可以像刚才我们写词盘的时候那样简单 也就是说直接把这个结果给什么 通过管道 是不是发给那个用户啊 也可以把这个写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再做一个发送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 说明什么 是不是需要报警 那不存在呢 不需要报警 在这里有个问题 你看啊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执行一下 先检测一下这个脚本的语法 -n 检测一下这个语法 当然Bash-n 或者是 这个sh-n 都可以 语法上大概没问题 是吧 没少一个括号 少两个括号的 语法上基本没问题 你要想语法没问题的话呢 你就要记住 在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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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成对的出现 无论是括号还是语句 好 这个语法没有问题 而且呢 我们看到这些 我们在写 无论是注意啊 无论是双引号 还是单引号 还是反引号 你都要成对写好吧 我们都要成对去写 而且呢 这些符号要注意 当然我这边只是一个实例 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不要 一会儿整这种 C风格的比较 一会儿整这种什么 shout的比较 这个是不妥的 好吧 这看起来怪怪的这种感觉 这种方法可以 数字比较嘛 C里面也可以用 这种数字比较 如果想换掉怎么换 换成那个 方括号吧 然后 方括号 那这里就不能使用那个 大于号了吧 使用 G G E 大于等于 而且还有空格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起来这个文件没有错 来我现在呢 把这个值给的稍微 稍微小一点一会儿啊 我们先测一下 memory 未来看到效果 我们还是采用这种 调试的方式 memory use 好虽然说有点乱 但是呢 能看到每一步执行的结果 好 先执行的是这一步 这条命令对不对 是不是这条命令 然后 这个命令的执行的时候 一步一步执行的 分解开的 得到的值是11 25 然后total呢 是多少 48290 用他除以他 现在使用才2% 很显然不会报警 是吧 并没有创建这个文件 而这只是编量 下面呢 我们看到 这上面的编量啊 编量的一个一个负值 这也是编量的负值 负了负了值对不对 这是那个脚本里面的语句 这是他执行的语句 加号是他执行过的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这条语句 2大于80吗 不大于等于80吧 好 然后最后 所以这个文件呢 其实也没有 最后也没有创建 好 那我们把这个稍微改成那种 很什么 好 最后有没有创建一个文件 你自己看 有没有创建一个文件 没有吧 我们文件是放哪的 TNP里面的吧 好 我告诉他 只要大于等于2% 就报警 再执行一遍 就这样执行咯 回车 自己看啊 无所谓 因为你在看你自己每一步是干什么 好 有同学可能看到 现在呢 2大于等于2 所以IQO说了这句话 并且呢 这个文件应该产生了 而且发邮件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 TNP下是不是有一个文件 叫做 叫MemoryWarning 是不是有一个文件 有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IDIS用户有没有收到一封 新的邮件 第8封邮件 是不是有报警 好 我觉得很乱 1到8 删了啊 现在没有了啊 那现在呢 如果我现在再把这个脚本 改回到正常 也就是说 内存回归什么 内存的使用回归正常了 各位 大家告诉我 我现在再执行脚本 会不会报警 想好好想 好好想这个问题 我现在再执行脚本 会不会报警 而且我们刚才这边也看到了 邮件是没有了吧 来 再执行一遍 你们是准备 就这样执行 好吧 回车 这样执行可能别的丑一点 但是没关系 好 上面是编章的复值 起到的是1129 没错 然后48290 没错 然后紧接着呢 2大于等于80 没有 但是最后有一句话 有一个Mile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文件存在 你上一次有残留 知道吗 你上一次有残留 这个文件存在 能力怎么归 这个文件只要存在 所以报警 所以报的应该还是 上一次那个2%的几 那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这个问题你要考虑到 考虑到 你用完以后 应该把这个文件 是不是删除啊 Dollar Warning Fail 是不是删除啊 甚至是在你用之前呢 应该干嘛 应该一开始 也把这个文件呢 干掉 因为在一开始 你上来的时候 最好是没这个文件 然后根据你的情况 来判断有没有这个文件 因为你要不要产生这个文件 那当我写这个脚本 看起来有点有点那个 复杂了 或者说我们刚才第一个脚本 磁盘报警 是不是比较简单 直接把那句话 是不是就输出给Mail 没有判断一个所谓的文件 是不是存在不存在 但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文件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到很多现象 是什么现象 第一 因为只要有这个文件在 就会报警 是吧 那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上一次的残留的那个结果 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因此 你可以在来之前 怎么做 扫一下房间 走之后呢 再扫一下 在走之前 来的时候 扫一下 走的时候再扫一下 保证不给别人留下什么伤害 没有吗 所以这些细节东西呢 它不是说脚本的语法 可以教到你的 其实各位看到 我们现在写了这么多行 当然这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脚本 非常简单脚本 我们写了这么多行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这里面的语法 是不是异常简单 虽然说我们还没有给大家 特别去讲过 义父语句的这样一个结构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怎么样 是吧 你看这一个义父 语句干了什么事 他干的事 就是是不是要输出一句话 给那个给这个文件吧 这个义父语句干了什么事 判断这个文件存不存在 然后决定是不是发邮件啊 没有别的操作呀 所以每一个义父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个体 非常简单 而且这里面如果这说语法的话呢 最多就是义父了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怎么样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怎么样 这里面还没有否则 是吧 非常简单 所以整个脚本的语法是特别简单 但为什么好多人写不出来呢 他的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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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他的要怎么发邮件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明白了吧 各位 也就是说 下要脚本 其实 有时候你会发现在工作当中 很多特别简单的命令 来完成一个 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功能 但是需要的是 你对整个Linux系统本身 还有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还有一些系统管理啊 服务配置啊 非常熟悉才能写 从语法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语法 ok 好 这就是我们的瓷盘的和内存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实例 大家自己呢 把这个例子呢 写一下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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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